以瞬息的 起立 立正 走開 這麼多 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個 這件齁 叫做Brain Wash 衰弄 洗腦課程 為什麼 因為我們頭部裡面都放了一些本書 Our brain full of garbage 有人說要講英語的 Where is the garbage 這個在 這個垃圾在哪裡 我先講台灣歷史的garbage 那 台灣古代名名稱 叫做東提宜州去琉球 沒有一個地方講對 都是講海外 有20餘國 那就是宜州 海外 那海外是 包括什麼 長江 長江 伊南 伊南都叫海外 這是古代 不能騙 不能夠 講話不對 但是他那個時候 歷史比較不夠 但是軍代的名 近代的名 叫這個東凡 台灣 台灣 大元 台灣 台灣 這什麼 我們現在用的台灣兩個字不對 應該是說台灣 你誰人說 台灣 沒有人說台灣是台灣 就是台灣嘛 所以 這個 這個名稱不對 再來 還要再去吉他 怎麼會給這麼多名 因為 人笨 怎麼笨吧 因為 不知道地球是他的 知道他的 這個 葡萄牙人 在1557年 1557 經過台灣 把台灣叫做Fromosa 直到今天都用這個名字 當然其中有叫做The King of Taiwan 台灣 這是說正式王朝震驚的時代 對 再來還有一個 台灣跟人什麼不一樣 我們有台灣用的金糧 跟中國不一樣 台灣軍 一軍16牛 十六對不對 好不好用 很好用 我跟你說 爆軍八牛 人家要玩笑 你去菜市場買菜 人家玩到騙你 電路算快 十六 這個單位 是我們學習 荷蘭人送來的 所以現在 現在這個 電腦 我們有叫做 256 256社 為什麼256 16乘16 16乘16等於256 你10乘10等於100 我256比你100要多嘛 顏色 100個顏色 來做框框來表達 不夠 要用16禁尾 所以 這些用台灣手 台灣軍的人去 南眸 去到中國做生理 在中國做生理的時候 人都要用台灣手 台灣軍 為什麼 因為台灣軍有標準 大家台灣手 都被 被被 被被那一隻 長 如果在中國 這個 自己家裡面就有兩把子 沒的 那一隻比較長 沒的那一隻比較低 就在黑白來的 所以台灣手 台灣軍 這用這些台灣手 台灣軍的人 叫做台灣人 叫做台灣人 現在吃這張圖 這是荷蘭人 我也圖 不是我畫的圖 荷蘭人畫的圖 這個 沒有燈光了 這個是 這個地方是 現在安平古堡 這為什麼中間有個內海 這內海 以前有一個內海 現在西方來海 都被 泥沙 或颱風 刮來刮去 這裡都不避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個角落 叫做日本人的村落 漁民 漁民 日本也有12間 這邊有6間 叫做漢人海盜 這個居住所在 這張給你看 當時的這個荷蘭人 圍 荷蘭人佔領台灣 1624 這是1626年圍 現在這個 這個 這給他翻譯 安平古堡 日本村落 澎湖漁民村 那澎湖漢人海盜 這個給各位了解 我們要說一個 原住民很偉大的地方 東西 荷蘭人 跟英國人 很驕傲的講 我們兩個荷蘭兵 兩個荷蘭兵 就可以打敗50個中國兵 那有什麼沒有 這個情況下面 我們 麻豆蝦 連麻豆的原住民 怎麼樣去反抗 你拿刀 拿刀刀刀 要怎樣 跟這個 荷蘭人拿槍去決戰 他們戰法是這樣的 有一天 荷蘭人來 你們有62個荷蘭兵來 不對了 有62個 這打了幾千人 62個 來的 要求 麻豆社的青年 來來跟我 背行李 到山上去打 漢人海賊 大家就上山了 然後 到了黃昏 經過麻豆西 麻豆虎 經過麻豆虎 大家都很累 有人就建議 這個麻豆虎 吸水才到膝蓋而已 我幫你背 我幫你按 讓蘭兵說OK 讓你按 走到麻豆虎 走到麻豆虎 一二三 堆水下去 做一聲 六十里的荷蘭兵 你看我們的 原住民有沒有聰明 用過劣勢的武器 都給你克服了 62個荷蘭兵 這個就是麻豆虎 麻豆 原住民的荷蘭兵 一六二九年 六十三 所以一後 荷蘭人 就把這個麻豆虎 叫做 謀殺者之和 這個東西 你看 這是以前有的道 這邊是漢林拿酒頭 跟他騎 我說你要怎麼贏 騎不贏 要注意 這個荷蘭叫做 Junk Junk 叫做本鎖 J-U-N-K Junk Junk 哪一台荷蘭 這類的荷蘭 都叫做Junk 這個要去炒 看 原因就是 我看歷史的詞 就說 尖延到台灣後 要乘北風而來 乘南風而返 它是一個方向 有風到我都車來 沒辦法逆風而前進 先因為準 逆風可以前進 它是走Zig Zag 就是 Zig Zag 就是 還有人 華獎 最早前來到台灣 有這個 是岩石棋 現在在雲林北港 有這個 它的紀念碑 我們知道 北港南港 北港 北港 東部 南港 台北 還是什麼 到底什麼事情 台灣人 不會分南北 對嗎 不是 南港 台北 南港工業區 南港 什麼展覽所 南港 是因為 是因為 貴南湖 那時候 有做港口 貴南湖 有通商 可以做生理 所以 所以 去到貴南湖 南湖 南湖 南港 所以這個南港 就是什麼 現在 還有在貴南湖 北平 還有一個北港 裡 所以 南港 就是北平 北港 南湖 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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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千年,你就跟他亂担在那裡 結果,欸,查到這張地圖 那個秦漢,什麼高舉例就沒有包含在裡面 這也是一樣的 三國的時候,那邊就閃閉,那邊比較大 高舉例 這個北宋的時候,也沒有把北京包含在裡面 所以,我們裡面,你看了這個才知道中國有多大 而且蒙古,蒙古來,土藩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土藩就是現在的Tibet西藏 啊這個 他們in Tibet有自己的文字,有自己的宗教 啊,滿洲人 學蒙古文跟藏文,創造了滿洲文 他為什麼不像,近在咫尺的這個漢文,學漢文呢 原因就是很簡單 有一個,大清帝國 我們現在頭上,大概都放了這個大清帝國 北京包含在裡面,蒙古什麼 蒙古什麼都包括裡面 但是,這個 使我們的腦袋有一點走偏了 啊這就是,荷蘭人在這個 他的城堡的建築物 他的城堡,他都穿坑而已 啊這裡面住的,只有讓人住 啊你,本來的人都不能住在裡面 啊這齁 這是什麼 烏魚啦齁 啊我是,有去 讀那個神學院 啊我頭上一篇文字就寫 啊齁,兄弟齁 射給台灣人的馬那 馬那,知道嗎 馬那,上帝賜給我 以色列人馬那 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欸,這個是神話故事嘛齁 但是我該算齁,他不是神話 是,有這個事情 啊我怎麼來證明 ció 就是說,第一個 台灣最 estimates 的時候 有一個大堆的 這個褲蛙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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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 東西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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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stahl 成羽惰國安排東 Ok 我要好 ح 我 для台灣人來選擇 啊 conference 魚味的方向 是叫做虎條魚柱 什麼叫做魚柱 就是魚群一大片 魚群的 魚柱就一隻兩隻三隻 整隻這樣 整隻這樣 這樣密度太高了 所以要抓虎要拿鐵枸 拿鐵枸先把虎講給它比較爽 我們可以蝕蝕 上帝輸給伊勢列的魚柱 四十年 他們看到橄欖堆 這個馬拿就不見了 可是上帝賜給台灣的烏魚 每年兩次 當罪修來這邊 路修到屏東下暖 然後又回遊一次 再給台灣人家 又說是上帝輸給台灣的馬人 這要怎麼證明 我說另外一項 但是證明 台灣最早開發的地方 叫做台南 為什麼是台南 台南也不像我中國了 所以我們跟中國無關 這是上帝有關 所以這我相信 上帝賜給台灣的馬人 這就是烏魚 就打烏魚字 在這個火蘭時代 發生 就是賓田彌兵衛的案件 把火蘭的中間抓起來 有在肚子 日本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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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日本人 在台灣 會送禮 憑漢人比較多 因為 漢民族 不是海洋民族 日本人 他跟 挖海 所以 來台灣的人比較多 但是很可惜 日本 這個是 荷蘭人自己畫的 被 他們的長官被 關在裡面 這是 這個也是圖 那麼 這個 冰田彌兵衛的事情 這樣事情 日本人 來 台灣的時候 覺得這個事情 很偉大 所以 做了一個 一個 杯 這個 杯上面 磕了 冰田彌兵衛 怎麼樣 處理 這荷蘭的 統治 啊 國民黨來了 很聰明 他們把字 考慶上 所以 那就黑下去 加安平古堡 這樣做得好 欸 同樣這個事情 也發生在 那個 那個 的 歐隊 日軍 登陸的地方 喔 日本軍隊 1895年 喔 登陸 這個歐隊登陸 喔 啊 所以那裡 日本人 就 建了一個 杯 喔 說是登陸紀念碑 對 啊 國民黨來 很簡單 一樣 學這個一樣 來考慶上 叫做抗日紀念碑 喔 這個 所以 我以這個例子 就是 給大家想 思考一下 有些東西喔 我們實在有的 喔 總共騙不知道 請考慶上 日本有鎖國 喔 在1633年 他下令鎖國 人不能出去了 也不需要給他們這次鎖國 啊 把台灣鎖在日本國之外 所以 不然 台灣的歸屬問題 齁 從以前的時候 可能都是日本人 喔 啊 現在講的就是他 剛才我講那個 西藏文 這個 1636年 喔 黃太極改國號為青 1599年 諾爾哈士仿蒙古文 藏文 創作蒙洲文 啊 為什麼 不像近在咫尺的漢人學習呢 喔 就是因為 長城 長城喔 我們的長城 的想法就是說 抵禦外服 喔 抵抗 但是 實際上的 你也沒辦法去文化去工 影響人 因為長城一個 所有人都沒辦法來 來去 喔 所以 欸 他們不講缺點 他只講的優點 喔 我再講一個優點 我可以講一個優點 長城以北不是中國的 以後有人跟你辯論的時候 說 中國過不了長城啊 長城以北都是 匈奴的地方啊 正確吧 這是千百年來的歷史紀錄 這場在上面喔 我在紐約的普普貫席 當時候 這個Tibet 這個比較沈飾 Tibet就是西中 藏族已經國土擴張到 跟蒙古里亞 跟蒙古接壤 所以 為什麼 滿洲文是學 蒙古文跟藏文 喔 所以你知道說 一個併河 一個河流喔 一個切過來 一個長城一切齁 就把這個文化也切掉 這個就是現在的地圖 你也可以看到 紅顏色的是明代的長城 所以那邊 所以 有人說台灣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 長城以北自古以來不屬於中國 這樣對嗎 應該同等道理吧 台灣 屬不屬於中國 那另外一個大事 那個 我們林博士林 秘書長也會解釋 我就不便多解釋 啊這個 生有人 西方人 來台灣傳教 他不是要消滅你的文化 不是要消滅你的語言 他經常說 啊你們 一定 定路的地方是一個 新港社 在台南的新港 啊大家都說新港 啊所以 退新港人 寫一個 新港文書 寫一個 退新港人 創作一個文字 這也是老媽平靈之一啦 啊所以 現在有那種 西拉雅族的人 依據過去聖經 聖經 聖經還有留下來 他開始 在恢復他們的話語 啊 國民黨不一樣 國民黨來 消滅你原住民的語言 消滅你台語 消滅你客家語 什麼都要消滅 跟他往北京落後的北京語來 北京語叫做 胡語耶 胡語啦 胡說八道耶 胡言亂語耶 他叫我們胡語說胡說八道耶 啊胡語而已 我們也胡說八道 要注意 不要去給他通話 啊這就是 馬太福音 這個 在台灣眾多府裡面的 那個紀錄 拿出來 馬太福音 還收到問一下 啊我們台灣 有五金 這個五金齁 這個 這個 在十六世紀 十七世紀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有些人來到台灣 欸 他看到台灣的 小姐 走破年 走一個五金齒 欸 這個轉隊不是進口貨 保證是土產 所以就是派兵去找找找找 最後找到 找到有一條河 找到有一條河 就是現在的利物溪 花蓮的利物溪 利物溪 那那個 河水 那天空下大雨 颱風 那麼河水就可以找到小金塊 就是說山上裡面有 有黃金啊 但是 很可惜 他們派兵來吃 一年喔 收到黃金喔 那废洋 就比較重 所以撤軍 買手 我們都找到黃金耶 我們台灣的黃金河 是哪一條 有人知道嗎 過人河啦 為什麼基隆河是黃金河 因為 在做頭一條鐵路 全清國頭一條鐵路 欸 這裡面講起來就是 為什麼清國 把最先進的鐵路 開在台灣 不是開在中國 大家會懷疑 怎麼會奇怪 怎麼會先來蓋的 這個殖民地的台灣 理由很簡單 人本來是在上海裡蓋 人不怕上海裡蓋 蓋一個火箱 怕這樣 砰砰砰砰砰砰 欸欸欸欸 這個不行 這個把那個地下的 桌仙的墳墓 炒到墳墓 炒到靈魂 拆掉拆掉 要去哪裡蓋 那個台灣本地的地方去蓋 所以來台灣蓋 這樣講就有痛了啦 來台灣蓋的時候 蓋到這個 到我們七島 要過過人河 過過人河 這個橋墩的時候 欸 發見到金沙 金沙 所以 馬上 一條河裡面 一條河裡面 就有三千人 來蓋這裡水金 聽說現在黃金帳架 也有人 要去洗的 你知道 在洗過好多遍了齁 殘餘沒什麼有齁 但是 又還有人要去水了齁 因為金架猛脹 所以 幾個人 在洗到買出 九份金粿 金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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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 十幾年前寫的書 算說 當時 一個台灣人 去那裡洗金馬 直接收多少 十幾年前的價錢 一天最少一萬三千塊台幣 明天還有 那大公司規模的 請幾百人去洗 一天收入兩百萬台幣 那時候 金價大概 現在金價是 當時候金價的四倍吧 大概四五倍 所以就四五萬一 一個月 怎麼 你怎麼有那麼多錢 這些大部 都單身漢 結果呢 結果就創造了 九份啊 九份啊 這個 台灣有那個九份啊 就 不業成 所以那個 九份啊到現在 你去看 青山哪來 哪裡有這個城鎮 那麼 那麼 那怎麼會一個城鎮 那怎麼會一個城鎮 在那裡 就是因為 過去採黃金 啊採黃金 也有些講 我們台灣人 世界最好的人 喔 因為荷蘭人 有記錄 叫做Silent Trade Silent 就是 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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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講話 也不跟他講話 我們怎麼做生意 也沒有E-mail 也沒有電報 在四百年前怎麼做生意 那我告訴你 這個是荷蘭人寫的 Silent Trade 就是說齁 我有這塊黃金 想說要賣 啊我在路邊齁 在路邊 拿這個大的手銅子 在酒桃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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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來放這塊黃金 那是什麼意思 代表這塊黃金 是有主人的 他要來出售 那我就抓他 他開了 那頭一個為這家賣 黃金很好 不可以把它放掉 這是人家人 他自己也沒有錢 沒有什麼 那我就說 有一個人為他賣 這個黃金 我需要 我身上有兩件鹿皮 把鹿皮放在裡 把黃金拿走 還又隔幾天 原先賣黃金的人 為他賣 黃金變鹿皮 所以把鹿皮帶走 完成了這個交易 全世界沒人有的 這個 這種人 叫做台灣人 你看看有沒有很偉大 全世界 你看不到第二個種族 有這個紀錄 只有在台灣 而且這個紀錄 不是漢林邊的 不是胡說八道的 是人家 荷蘭文紀錄下來 就是Silent Train 這個就是金貴酒 到今天也是很繁榮 我們北平 台灣的北平 有去西班牙 所以有許多地名 用西班牙文 聖沙瓦多 就是在火平道 聖沙瓦多 聖沙瓦多 現在是在這個 聖沙瓦多 是在沙瓦多 這個國家 沙瓦多這個國家 他的首都叫聖沙瓦多 那還有來通知台灣的人 要怎麼通知 要怎麼跟你分化 一直要跟你分化 所以他這個 就產生一種 分類界鬥 什麼叫做分類界鬥 一共有三十八遍 所以有 細尼拔就發生一件 大型的分類界鬥 小型的不算在裡面 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界鬥 種類的名稱 看起來就好 明刻鬥 火炉人跟客人 下去打台 張全鬥 張全鬥跟鑽雄人 你們講話 語調有一點不一樣 下去打台 這個張全鬥 這個台北 這個萬格鬥就有張全鬥 啊 所有人走去那個 延綿北樓那邊 這個張全鬥 縣級鬥 族姓鬥 這個看下去就知道 還有一個客客鬥 什麼叫客客鬥 客家人 台客家人 跟你分化 好嗎 啊 人在那裡 給你分化 你就要把 豪雄要收台 當然他有他的 理由就是怎樣 這個 這個萬青來占到台灣之後 規定 來這裡做官 只可以做三年 因為怎麼做三年呢 你三年來不會跟本地發生感情 不會跟這個土地發生感情 所以三年就給你錢回 不准西眷 不准帶老婆小孩子來 等一下 我抱歉 抱歉 抱歉 我現在才靠 這個 所以 這個 滿清統治台灣的時候 他要用什麼方法 跟你分化 真的嗎 啊 所以 他有一個 有一句話講 你如果 在那裡收台 沒有去抗清的話 我這個現態也還可以繼續蓋下去 所以 鼓勵你們 互相殘殺 所以 有一句古早話叫做 三年關兩年末 什麼意思 來台灣做官做三年 三年關 兩年喔 口袋也就裝滿滿 就是 三年關兩年末 啊 還有一句 因為不可以把母子來 所以台灣人 就要把母子來 大量混血 大量混血 這個混血程度喔 這個 依據 馬街醫院 林瑪莉醫師喔 的 統計數字 台灣人 百分之八十五 有平埔族的血統 啊 其他族 就他沒有再繼續再講 啊 所以 你看看 這樣子的操縱下面 喔 這個台灣產生了三十八遍 喔 內鬥 啊 現在也一樣 現在也跟您分化 你若是 湖北人 啊你生的兒子 在台灣生的兒子 湖北人 這個很混蛋吧 啊 去到湖北 如果說 你台北 沒有人叫他 說 你是湖北人 所以 這個要注意 啊 現在說一個 跟我們中國有關的 這個 這個中原普渡 中原普渡 我們做普渡 也要知道說 為什麼 普渡 啊普誰渡誰 啊 這就是 要說這個 好兄弟 他說 去祭拜 路邊的孤魂鴨鬼 孤魂野鬼 啊 啊 到底誰是孤魂野鬼 為什麼要祭拜他 這種 這種 穗景的廟 喔 這樣 你們有看到嗎 我這有幾個中島 你看看一下 齁 這款 有沒有看過 山地也有 平地也有 齁 齁 這款的 齁 齁 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 如果你路邊看到一個死人 一個死人 你會不會幫他做到這樣的程度 不會 是死了一堆人 死一堆人 死一堆人 啊死一堆人 把他搂起來 把他搂一個大空 把所有的屍體都把他放在裡面 把他蓋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說 這個人叫做好兄弟 叫做 百姓牙 百姓公 大夢公 那些人 是 好兄弟 其實 這些人 怎麼死的路邊 集體死亡 在百姓的時候 因為他鼓勵 卸鬥 但是我們 抗青 也抗了一百多遍 啊 把你塗衣 啊 把你抬起來之後 有把你收拾嗎 絕對沒有把你收拾 在死的路邊 好小 啊 但是我們住在床上的人 都要抗一根 來埋葬嘛 所以這個歌叫做好兄弟 現在 我們大家做博士 知道這點就說 啊 好兄弟就是 一堆人 不是 五分壓軌 一堆人 啊 但是 這也是 這叫幽怨公 這也是 啊 這邊這個 有扣不扣的 齁 那手腳有扣起來 這是神格 就是土地公 啊 這個就是 幽怨公 大夢公 之類的 啊 啊 但是 說得很大 還要說什麼 事情 啊 那 我萬全政府 來台市 台灣人的 這叫做 去世紀的 滿清政府 對待他們 不錯 說這個 你們這個 叫做義民 所以 起起民廟 啊 我下的 字 來這裡說 這個叫做 不義之民啊 哦 很多客人 就來跟他反對 為什麼你 這個 我們 侮辱我們客家人 我說 嘿 我字 你看一半而已 你看到頭的 你就知道 這個 這個 義民廟 有 客家人的 義民廟 有 漳州人的 有 泉州人的 也有 原住民的 都有 要做了別的 齁 不是只有客家人 專利 啊 只不過 到現在為止齁 客家人 還可以一次 他的這個 義民廟 頭部 還沒穿 啊 其實 這些人 是對台灣 不義 齁 齁 這個 要介紹一下 就知道了 啊 這是 這是政府給他 放什麼包裝啦 齁 啊 這也是義民廟 這並行 神閣啊 啊 新保的義民廟 齁 這就是大廚 啊 啊 這個 這個 台灣 這叫阿母王 齁 阿母王 主委貴 現在開始有了 現在 二十一世紀來 有了 齁 這張圖 要讓你看 要知道 這個 有顏色的地方 一六八三年 滿清的部隊 會進到台灣 只有佔領 這個有顏色的那邊 為什麼只佔領這個地方 啊其他的地方呢 連名字都沒有 就是後山啦 後山啦 所以花蓮選舉叫做後山選舉 啊 當時候包括宜蘭 這是 到了1810年的時候 宜蘭那個地方 下格馬蘭 啊怎麼下格馬蘭 因為滿清政府 都是貪官污吏 你去開發土地 你開發土地 你開發土地 開發豪水 欸 他說 這隊土地的是 我弟弟的 跟他交稅 所以 現在去開發宜蘭 宜蘭 吳莎 帶領一堆人 去開發 開發完了之後 他們請滿清政府 來承認這塊土地 承認這些地主 做明冊 做地表 做好給他 滿清政府 還要花兩年多的時間 才說 好啦 把格馬蘭 這塊地 變成滿清的土地 所以這個 才有這個格馬蘭 啊現在 有一個巴士 叫做格馬蘭 卡馬蘭 台灣人有一種習俗 叫做ickerbbut 個 可是ickerbbut 是 管理人頁 是有沒有 來 是因為 萬 loved 萬禎政府 打擊 鄭成功 跟 政經 他們已經死在台灣 已經安葬 在這個 這個 台南 阿 台南的 這個 永康鄉 贏了那个地方,也会责到哪里 条件骨头上去,因为鞍鞍鞍鞍 你这些骨头放在那里,等一下就变成反清的借口 把你拿去中国,美其名就是安葬 到中国去安葬 这个落叶归根,哇,名词很好听 其实呢,同时有一百多门的 明朝大神的门,每个门都给它抹抹起来 骨头秦才会给它丹鞍鞍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大家说,这些大冬的帽子都在抹抹 他说,这个叫有效 就是要把它拿到中国去改,改藏 所以你要想想看,如果在做这个抹抹的事情 其实它中毒了,中了满清的毒 这不对 抹抹 所以居然有一个二王庙 二王庙,什么王他会也不讲 正成功和正经 正经,这个二王庙 我们现在说这个台湾的由来 中国有几年的历史 大家知道吗 中国有几年历史 三千对,你这个思想很好 为什么三千年? 因为有文字才叫做历史 没有文字叫做史前史 我们可以说,你碰五千年 这个不对 我也可以说说台湾也有一万年历史 因为一万年前有一个石棺 所以不让巨著嘛 但是这讲不通嘛 有文字记录才叫做历史 尤其是故宫博物院我有去看 它有一个记录 那这个记录是什么记录呢 就是说这个 世界文字的源起 最早在哪里 在3500BC 在埃及 那3500BC 加上现在211 尤其 5500多年前 埃及产生了文化和文字 在中国这个地方 他的广博物院的记录是1300BC 就是3300年前 中国的产生文字 所以 所以中国产生文字也许是 依据那里写法是商朝 所以有外国学者说 夏朝是虚构的 我们要夏朝是虚构的 所以夏朝是虚构的 所以 皇帝 这个 什么 大战吃油 那也是鬼话连篇 下面发明指南针 那个也不对 下面大雨治水 所以 这也是胡说八道 那些 你才当作 传说 可以 把它当作历史 就不对了 这个 火罗人 他本来商朝的时候 在这个黄河落水一带 是 这个位叫做火罗位 就是现在台湾的位叫做火罗位 啊然后 商周战争 商人书 所以就南迁到长江以南 所以到了长江以南以后 商人 很骄傲 他们用他的母语 不想去南岛 所以 在这几省 江苏 浙江 福建 江西 广东 海南岛 广西 这个七雷省 都有提供 火罗位 如果你现在去新加坡 没有 现在没有人说什么 那位 对 他说的火罗位 是 双头Q 还是 双头的 枪杖 都是火罗位 这个火罗位来到台湾 喔 喔 台湾 有吸收 火罗位 吸收 日本位 又成为叫做台湾 喔 啊 还有这个 欸 郭敏东 你那叫做闽南化 这个也不对 闽 是一个门里面有一条虫 喔 叫做闽嘛 啊 闽江以南的话 喔 不是只有火罗位 很多中文都有 啊 你只说去闽江以南 叫做闽南化 这样不对 把你压扁 啊 当然 你用原住民语 更是被被压榨 所以喔 这个有很多方言岛 啊 也有很多 那些大臣喔 撤退 那些人也说火罗位 喔 那些是浙江算的 啊 这个 萬青的在台湾的时候 不能帮小孩来 为什么 因为你的小孩 放在中国的时候 做仁慈 所以来台湾的 都是大婆 啊 所以大婆 大婆 大婆很多的时候喔 所以 当时流行 一国有的叫 一个母 你如果帮一个母 抗牙三千天工作 就是 你有一个女人喔 很棒 啊 这个 女人喔 男人喔 喔 又是 你 你知道 被母族喔 是母系社会 喔 母系社会 所以 男人是掌权的 男人是 得到 家产的 继承人 男人 没有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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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萬青通 在台湾的时候 他有一个 很麻烦的 东西 就是 沿海 三十八里 不可以拼 啦 手法都给你 错 为什么呢 因为要打一个正成功 花了四十年的时间 啊 就是说 拼不死 啊 所以 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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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三十里 撤走 沿海三十里 撤走 这个居民 三十里 是最精华的所在 喔 第一 没有荷塘 第二 也没有盐 喔 后来政经 就走私 台湾制的 盐 去中国 这个东西 这一个命令 是 中国最大的牺牲 中国人 汉民族死亡最多的一次 因为他不管了 整个沿海四省 五省 全部 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的时候 临时通知就要走 啊 所以 饿死的 病死的一大堆 喔 这是 这是说 这个 这个 沿海三十花里 喔 啊 这个 所谓说 破坏风水 喔 风水 喔 啊 也有这种事情 喔 然后 然后 把这个 投降的 正 正 正是王朝的 军队投降的 喔 他抓去 中国 抓去中国 去做什么 去当炮灰 所以第一次打仗 就是雅克萨战役 在黑龙江以北 有一个城市 叫做雅克萨 喔 啊 在那里 叫热带的兵 去韩带打仗 他说 说清楚 就是要去 叫你父亲 这个跟 跟那个国民党军队 有两百多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共内战的时间 投降共产党 两百多万 共产党怎么处理这两百多万军队 嘿 同样啊 拿去韩战当 人海占火海啊 啊 越渐越细 西越罪越滑越 所以 中国人 人命啊 不值钱 喔 你要知道啊 就是消灭异己 就是 明正言顺的消灭异己 啊 后面机关枪 你要 给你前进 你不前进 你后退 后面机关枪就给你掃射 所以一批一批的人死掉 所以 我说 人海战术 对火海战术 嘿嘿嘿 到底在讲什么话 人海跟火海怎么拼啊 就是这样 要把你消灭掉 你的军队 因为 你这个军队 投降 满清 投降 共产党 满清 共产党 会信任你吗 impossible 啊 你如果知道 这个 这种 人性的时候 你现在在拍中共的马屁 他会信任你吗 因为你当了台奸 永远都在在做台奸 这种人 你也不会 跟他交朋友 所以 我们要奉劝当权的人 不要跟中国拍马屁 拍了之后 自己的脑袋瓜 也被拍走了 这个满人 哪有法度 哪有法度通在汉秉中 两八老的贵尼 他在1644年 以不足30万的部队 就来统治中国 当时我用人口统计 满洲人 连小朋友算在一起 约60万人 60万 汉民族有多少 汉民族 有户口东西的 有交税金的 6千万 6千万 也不用惊喜 现在已经13亿 有6千万 如果算没有交税金的 加起来 也差不多有1亿 为什么1亿人 打输30万 打输不到你人口1%的人 现在这个民族是怎么样 这个民族生病了 汉民族生病 可惜生了什么病 生了孔孟遗毒 孔子孟子应该是很好的 我们现在赞扬的不得了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背后被政治操作 孔子孟子并不是坏人 但是 被后面政治操作 我高一的时候念君训 第一课就是蒋介石的 什么 教你讲的话 欸 君训跟蒋介石有什么关联 没有关联嘛 但是他就是要这样 他叫你忠君 忠于他 这个 所以这满洲人 帮国不足1%的人 五花多长占领 中国 要去考虑 因为中国人 基本上 要钱 一年了 还要做冬 还要贫水 还要贫水 现在说一个叫 斯德哥尔摩增后群政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是在水电 瑞典 北欧有一个国家叫瑞典 瑞典 这个是诺贝尔奖金的地方 斯德哥尔摩 有一天 这个 有抢到进入银行去抢劫 他抢劫 之后把这个男女职员都押在一起 警察在外面包围起来 跟警察对视了 大概六天 六天以后 警察就攻进来了 把这个强盗抓起来 然后 所有的职员 大家都释放回家了 法院就审判 把这个强盗抓起来 受害者 居然中间有个女孩子 他说 这个强盗很好 奇怪 你被压迫 你还讲强盗很好 而且还要跟他订婚 这个欧洲的这个 欧美国家的这个 学者 奇怪 为什么有这种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定一个名字 你是受害者 你还在支持加害者 你还在支持加害者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去定一个名称 所以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Stockholm Central 这就是说 你是受害者 可以去帮助加害者 台湾有这种人吗 哦 对 有这些人可以做例子 我说 我说比较具体的例子 就是吴伯雄 吴伯雄 他们阿伯 在南冬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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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伯雄的阿伯 找到了尸体 吴伯雄 这个伯伯 跟他父亲是双胞胎的 他比较姓姓帅的 哥哥嘛 他做法官 在日本时代做法官 穿施笼 把他 把他 把他抓去 把他 把他拆起来 LP拆起来 把他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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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吴伯雄的阿伯 但是吴伯雄 碰这个国民党 碰 很厉害 这就是 他到底为什么 就是 犯了这个 斯德哥摩症候群症 就是这样 但是这件事 这个是 我这里有一个小姐 这小姐是谁人 这是嫁当妮 这个 这个time的首页 就有这个小姐就出来 这个小姐 就是 赫斯特报系 美国古金山 有一个赫斯特报系的 这个老板的孙女 他就把人释放出来 去把共度抓去 共度抓去 共度抓去 谈判 一百万美金 他就把人释放出来 结果交了一百万美金 人没有释放出来 要四百万 所以这个赫斯特报系的老板 就说 不就要这个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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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钱给你没关系 你人要放出来 结果还是没有 就没有成交 可是隔了三个月以后 这个小姐 就穿这个 武装 人民装 拿AK47 去运行抢劫 他比这个共度的一个部分 所以 是登上了当时候的这个 time的那个首页 这个就是他得了这个 士德各摩症候群症 所以说 破笔 把恩人 把受人当罪 恩人 把仇家当作恩人看待 所以 现在就说 中国是打败仗的战胜国 这个名字我发明 很清楚 中国跟日本的打仗 哪一次打胜 沿海各社都没去了 打败仗 但是他是战胜国 这个 我要再讲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 恩将仇报 仇江恩报 仇江恩报 但是他有一个恩将仇报 这个就是一个恩将仇报的 一个例子 1924年6月 第一次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 孙中山蒋介石 与苏联代表一同走出校门 这个中子 这个大胡子 这个是苏联代表 帖母子 那个是孙中山 孙中山后面 那个中子 那个蒋介石 为什么苏联代表也在里面 那我要讲一个 你在书本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 你们也曾经可能读过 一个一篇文 一个一个讲话就是 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有没有讲 听过 有 对不对 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当时候 孙中山跟共产党走得很接近 所以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袁世凯 袁世凯 后来成立一个红线称帝 很快的他死了 所以地方各地就有军事割据 割据的时候 中国乱七八糟 苏联就来帮助 苏联成立一个叫第三国际 来帮助 来帮助 来帮助这个 中国 所以给你 设立黄埔军校 注意哦 黄埔军校是 苏联拿钱的 共产党拿钱 设立的 给你武器 给你弹药 给你军装 给你 教官 苏联的教官 来教 所以黄埔军校 一上台 去北伐的时候 就很顺利 因为他的武力超越过 北洋军阀的 大部分的北洋军阀 根本不是他对手 就打到南京 占领上海 上海南京 长江以南全部都占了 这个时候东北 抑制 就是说换了 换了旗 也归顺 蒋介石 那蒋介石 这时候野心就大起来 大到什么程度呢 竟把恩人当仇人处理 恩将仇报 但台队是说仇将恩报 恩将仇报 就开始屠杀共产党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清党 中国为什么会内战 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我们在台湾实行 三民主义都没有问题 就是共产主义 为什么还要 还要清共产党 所以造成中国内战的重要理由 就是 就是这个蒋介石的野心 他太大了 所以将恩仇 台队上 历史上有没有这种记录 有 汉高祖 刘邦 杀掉韩信 他最大的功臣把他杀掉 然后 那贾介公跟旅后杀的 明太祖朱元璋 大杀工臣 他一次就杀掉 数十位 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将军 全部杀掉 再来就是蒋介石 大杀工臣 共产党对他有功 他就在那里杀 而且制造白色恐怖 所以这个 是让大家知道 这张照片刚好 一个证明 这个是周恩来的照片 名片 他是陆军官校 陆军军官学校 政治部主任 中国国民党 东江组织主 主任 什么叫做 国民党东江组 东江组是什么 不晓得 但是 东江组织主任 我 不太清楚了 我们 读圣经 知道西方国家 有一个 为什么会强盛 因为他思想改革 1517年 有一个 有一个 他们改革宗教 叫做 1517年 他们 那个时候 在那个 叫做什么 赎罪金 赎罪券 卖赎罪券 卖赎罪券 我自己叫做 跟台湾同样 在收金钱 赎罪券 是什么呢 赎罪券是 金钱更厉害 你要拿十足的金钱 譬如说 拿身材买一块 买一个死罪券 所以赦免你 以后死掉的 赚一万块 你如果花十万块 就是赦免你十万块 所以很多人就去买 把人罪 把这个罪 买掉 但是 这个时候有人反对 这谁写了95条罪状 引起西方人 很多革命 什么革命 譬如说 以前 不能讲地球是圆的 是太阳绕着地球在跑 所以永远是从东边起来 西边下去 太阳是绕着地球跑 不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走 既然 证明地球是一个圆的 想着你要把它放在那裡 到底要反对 所以 很多地方 不合乎 当时候的礼儀 所以就反对 可是他们突破了这个东西 思想开放了 所以欧洲国家 就脑筋开放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 怀疑地球是圆的 所以 引起这个 西方航海 航海的开始 从北纬十度 往西一直走 一定会碰到印度 这是哥伦布的想法 往西一直走 会碰到印度 走了90天 碰到了一个小岛 一个城 一个地方 啊 这个就是印度 这个里的人 叫做印第安人 印点 所以印点 这个名词不对 那也是印第安人 但是现在沿用错误的名词 West 叫做印点 印第安人 美洲的人叫印第安人 那个岛呢 那岛叫做West Indian Island 就西印度群岛 那印度群岛会跑到美洲那里去 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一直走 哪知道中安还有一个美洲碟 就这样 那西方世界就一直在活跃 一直在活跃 所以他思想革命之后 后来又有文艺复兴 人的脑袋就开了 又可以这个工业革命 所以 什么发明火车 各种东西都出来了 所以西方强盛的原因就是 他们的脑袋里面 已经 有接受 向传统挑战 啊 这个原因就是马丁路德引起来的 马丁路德得到德国人的保护 所以 不是叫德国人 那是什么叫德国 叫日耳曼贵族的保护 所以 这个就平安 但是 后来基督教为什么会分裂 就是 马丁路德 在 日耳曼的农民起义的时候 他站在贵族的那一边 所以有很多人说 那干脆 我们再分裂出去 所以基督教分裂成为几百个教派 有他的道理 那台湾的 大概是长老教会的教派 那孔闷思想 我们的脑袋里面有孔闷思想 孔闷思想 有什么疑度 我们读这个西方历史的时候 看到东罗马帝国两千年一个朝代 中共三千多年二十五个朝代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 西方人 你要做皇帝 在罗马帝国做皇帝 有一个条件 就是一定要成年男子 譬如说凯撒大帝被杀的时候 他儿子才八九岁 不能当皇帝 在中国八岁三岁都可以当皇帝 都还 还不会自己小便的小朋友 做皇帝 请问这个大权谁 谁拿去 不是皇帝拿去 所以难怪中国 会什么朝代换来换去 你这个制度不好 那欧洲呢 就是一个很良好的制度 成年男子 才可以做皇帝 所以 罗马帝国有两千年 再加上 孔孟思想还有什么疑度 孔孟 他讲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就是说做皇帝 就是做皇帝 你做 等于你做孩子 他对老婆要孝顺 那这句话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做皇帝做君臣之间 你换了一个皇帝 皇帝死了换了一个 还是你的君 跟你跟爸爸的关系一样 表面上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有问题 你的爸爸有几个 一个 对不对 你的皇帝有几个 有九十岁的 也有三岁的 那你要相信哪一个 所以这些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不等于 不能相等 然后 你就可以看到 中国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 把皇帝让给他的儿子 再让给孙子 这样子让罚 有的很能干 有的大部分的人是不能干 所以 这个就是问题 那再加上 中国还有一个一套 叫做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好像不错嘛 但是我在看法 也是毒害这个民族的一个方法 科举制度就是说 你要在地方上考试 你要到省城在考 到京城在考 所以他分人近视举人秀才 这个好像很好 但是缺点在哪里 你考试的题目 只有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四书五经 你只要读四书五经 就好了 你就保证你升官发财 所以 中国就在原地他步 一千多年 不会进步 不会进步 你只要科举考上了 那你就封升官发财 大家都去挤这个窄门 所以我们 要了解我们的思想的瓶颈 就是在产生在这个地方 所以孔问思想 孔子孟子不是坏人 但是他被坏的统治者运用 所以使我们的脑筋僵化 那我们不要僵化 我们要看 我小的时候 我们老婆说 台湾的蜂蜂要点头头看 台湾的报纸要颠倒看 台湾的报纸要颠倒看 什么事情都要颠倒看 最近有一个邮珊珊的 的case 就是 那个报纸写的很大 说人马上就释放 哪里会马上释放 你要看这一个手铐脚疗的人 还穿红色粉红色球衣的人 他会马上给你释放 才怪 我们脑袋要想 要清楚 不要被报纸的言论所左右 让它经过我们大脑思考 现在说到 一段时间时间已经没了 我讲一个鸿门天地会 我们知道鸿门 大概是外送半卦 但是对不起 这个想法不对 鸿门天地会是 从台湾起来的 陈永华 陈永华 他看到了 中国那么大的国家 为什么 跌跌的时间 就被少数民族 人口不到你1%的人 那样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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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购买 所以 中国就是导航大片 所以 鸿门100倍的人口 可以输1%的人 所以鸿门天地会说 什么人不可以购买 就是低阶层的人 没办法购买 低阶层的人 你没办法购买 所以他发明了很多的这个方式 譬如说查证 我在那些地点 以前的地点是一个茶馆 茶楼 我一个人排一个东西 我步证 一步证 破证 我怎么排这样 就是说 如果有人可以跟我走在里面 还有念 来证 牧羊城内是乾坤 意气全平一点红 今日益兄来拷问 莫把红阴当外人 这就是说 把这个鸿门 特有的这个文化 这是这个 陈永华做的 我这有过来的 排阵 像说 一杯清水一杯茶 你要把清水泼掉 变红茶 这个就是 鸿门天地会 你知道 乾隆皇帝知道 有这个鸿门天地会 他按照处理 他转到 他以怀运 怀运 连怀河里还有一条运河 那么专门给 信奉他的这个教 他取了一个帮派 叫做清邦 靠近满清的邦 清邦 清邦跟鸿门 就是这样子分别 一个是廖北亚邦 一个不是廖北亚 而且现在最后 我这个时间已经不够了 最后再讲 为什么台湾人伟大 在1895年 日军侵入台湾 当时台湾人靠三百万 透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日本人用七万六千名的鼠兵 加上海军百分之百 来围攻 用六个月的时间 到1931年 九一八十遍 这个日军入侵 中国东北 他的人靠三千八百万 是台湾人的十二八 头队是台湾的三十六八 他只用两万名的鼠兵 花三五个月的时间 就自己拆占下来 那像说 住在中国东北 是台湾人的时候 日本人要花多少时间 两百一十六年 一届子上个月就解决了 今天一公里吃 有什么问题吗 那不就 谢谢各位 下节课 下节课我们分两组 原住民组 都在楼上 另外一组 我们那个议长 张议长 带到办厅里面 好 这一组我来处理 今天